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因为竹林七贤啊 他跟朝廷关系不好 他们是被朝廷杀的 而且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姬康 是与朝廷对立的 他的思想 他是有独立思想的 独立的精神 价值判断的 不跟你们合作 他有自己的独立精神 所以现在这些人很聪明 我们惹那个麻烦呢 别去惹那个麻烦 文学是什么 我上次研究生毕业了回来 来看王老师说 王老师 我们现在在社会上 就有了很多经验 回过头来在想啊 您的课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跟我请教文学 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说我现在就发现 文学就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这就是文学 我现在说话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文学就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就是说 那个不能碰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文学家都吃力不讨好呢 要么给杀了 要么给抓了 要么给关了 因为他要说出真相来 他要说出真理来 可不就是逮着那个不能说的说吗 吴涵一说 完蛋了 可是呢 你要聪明一点呢 你就说点别的呢 你就做不出真正的文学 所以文学很矛盾 很矛盾 你应该 你知道不能说这个 可是你心里面知道这是最有价值 你还是说还是不说 所以文学一次一次的这个选择啊 就把很多人就 使得很多人就离开文学了 好 简而言之 在这个魏晋时期 魏和晋之间 是什么时候呢 差不多就是诸葛亮 曹操这批人的 下一辈人 就是跟阿斗他们同龄人 跟刘备的孩子 跟曹操的儿子 孙子 这一批人 有七个人 姬康 阮记 山涛 刘林 向秀 阮贤 王荣 这七个人 这七个人当中呢 我们主要讲两个人 阮记和姬康 时间关系 阮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父亲叫阮宇 建安妻子之一 这个人呢 我简单地说起来 他的 智气洪放 傲然独得 任性不济 喜怒不行于色 或庇护士书 垒月不出 或灯陵山水 今日忘归 博览群集 油耗老庄 嗜酒能消 善谈情 当其得意 忽忘形骇 食人多味之吃 为足胸 闻夜美 探服之 以为圣己 由事 共贤称义 就是讲这个阮记啊 这个人啊 他或者整天 长时间关在屋里不出门 或者呢 灯陵山水啊 今日忘归 能酒 嗜酒能孝 这个孝啊 是指这个 古人的一种 就是一种教 就现在诗传了 像音乐一样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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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嚎叫吧 那个 这个叫什么 艾伦金斯堡 有一首诗叫嚎叫 叫出那种 就有点像那个 涌叹调一样的 在山里面这样子 我们 现在已经诗传了 中国人讲的传统当中 激情软笑 就是激康的情 软疾的笑 激情软笑 我们简单的就来讲 这个激情软笑 这个软疾呢 这个史书上还记录它 什么故事呢 有一天 他在山里面 看见一群人 围着一个 围着一个高人 在那说话 一个披着树皮 这个蓬头垢面的 一个人 在那说话 他就觉得是个真人 他就跑上去 跟那个人讲 这个《诗说心语》里面 也记录 他就跟那个人讲 讲着三皇五帝 讲着这个老庄 讲着哲学 这个人都笑而不言 就不当一回事 照样子 这个四氧八叉的 这个靠在那儿 不理他 最后软疾没办法了 他就 这样笑了一声 笑 结果这个真人 一下子就高兴了 站起来说 付消之 就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软疾又消了一声 这个人就特别高兴 手舞主导的 不说话就走了 走了以后 突然 三鼓之中 就传来了一声长啸 好像是回应软疾的 这个销声 然后紧接着这个 白鸟齐鸣啊 这个鸾凤和鸣 就是听见了 这个高人的声音 所以这叫什么呀 不着一字 尽等风流 就是真正的高人啊 你别跟我谈这个历史啊 什么三皇五帝 都不知道 干脆人到了最高的境界 就是一声长啸 什么都在里面 所以这是中国古人的境界 这一声长啸 大家看这是什么境界啊 这是原人的境界 原始人的境界 是不是 这不要语言了嘛 回复到那个 有语言之前的人的 最原初的表达嘛 所以要生气探究的话 里面好多值得探寻的故事 而且我们在这个看到 竹林七贤和别的历史人物 不一样的地方 别的历史人物 我们看到 水浒一百零八将 也好 这个包括这个什么 红楼梦除外 红楼梦有一些特别的 包括这个孙武 这个西游记 包括这个三国 讲到英雄人物 都是不尽女色 是不是 都是那种三打白骨精啊 什么宋江沙颜婆戏啊 什么这些事 三国的更不要讲了 这些英雄好汉 哪里会有这种私心杂念呢 这些人他不一样 这个软机啊 经常喝醉酒了 去腾到人家美女身边去 枕在人家身上 他们那个邻居 有一个美女去世了 她跑去 哇哇的大哭一场 又回来了 这个 她的 既嫂长归宁 既相见与别 就是 她的嫂子 就是 回来探亲了 就是要探亲了 要回家探亲去了 归宁就是要回娘家了 哎呀 这个季康激动的不得了 要去跟她道别一下 人家就笑话 你这个人是不是不这么正经呢 但是软机就是这样一个人 竹林七贤的人啊 有点像我 从前跟大家提到过 列宁在1918当中那个卫队长 很讲原则 但是小事上不拘小节 用今天的话讲 甚至有点不正经 他们这些 就是一些很随意的人 鲁迅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 《未尽文章要及酒》 《未尽文章要及酒》 鲁迅专门写 鲁迅看到这批人 是什么样一个 鲁迅的理解 这批人啊 他骨子里蔑视礼教 骨子里蔑视礼教 表面上蔑视礼教 形式上蔑视礼教 骨子里相信礼教 对不起我刚刚讲反了 鲁迅正好 就是这样的人 表面上蔑视礼教 喝酒啊 在皇帝面前啊 在女人面前啊 都不拒小节 但是 他们骨子里 特别相信礼教 关键时刻 挺身而成 去死 鲁迅专门就是这样 而且 虽然软鸡 放浪行害的 但是 他为此 感觉到 非常痛苦 软鸡有一个 小细节 这个也是这个 《诗说新语》 是禁书上都记载的 他没事喜欢 驾着车 往那个没有路的地方 走到山里面 赶着这个路车 路车啊 不是这个 梅花路驾的车啊 就是独轮车的意思 他就一个人 就往那个山里面走 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 动哭而返 大哭着就回来了 他就觉得自己啊 人生道路啊 就不知道在哪里 没有 路走不通 他像好朋友一样 好朋友被杀了 他不想在官场上 可是你不在官场上 你活得下去吗 他忙了半天 只比鸡康多活了一年 鸡康死了以后 他也 他也觉得没意思了 很快也就去世了 好 我们讲这个鸡康 鸡康这个人啊 他这个 简而言之 他是个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 特立独行的人 他是个训导者 他是个训导者 那么在这个 好像今天韩寒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 写了什么六九圣战的 你们看了吗 就是这个六九圣战这个事情啊 大家不要太当真 网上啊 总是把这个玩笑的事情啊 搞得全民都激动起来了 我们要关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韩国歌星喜欢就看 不喜欢拉倒 不要上纲上线 这个我就讲到 韩寒的这个文章啊 我露了一眼 他好像提到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啊 就有的人掉脑袋的 就是鸡康 他可能知道鸡康这回事 就中国中国人呢 就是要是坚持原则的话 就有人掉脑袋 少有的就是真正的 明知道自己要掉脑袋 还要把真相真理说出来的人 很少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是我们民族的纪念 我认为啊 所以关于鸡康呢 我们只讲一件事吧 就是这个广邻散 鸡康很喜欢弹琴 但是呢 他弹的琴呢 是这个广邻散 这广邻散是怎么来的呢 史书上记载啊 就是有一天 他来到一个华阳亭 有一天夜晚 他来到这个华阳亭 这华阳亭是阴森森的 经常有鬼神出没的 这个华阳亭 他来到这个地方啊 就来了一个古人 半夜就来了一个古人 他就跟这个古人啊 他弹琴论道 就弹琴给他听 古人就跟他讲啊 我给你弹一个广邻散 这是一个失传的一个音乐 我要把这个广邻散传给你 你呢 不要告诉别人 我传给你 结果鸡康就学会了这个广邻散 而这个广邻散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史记当中的 有一个故事 一个刺客 叫做摄政 他自己是一个义士 结果呢 有一个好朋友 跟韩王有仇 跟这个韩国的这个韩王啊 有仇 结果呢 就 后代这个聂政 聂政呢 就为了报答朋友的恩情 知欲知恩 最后啊 就杀了韩王 而且非常惨烈 杀了韩王 他还把自己啊 叫做吞探割灭 就把自己的声音也变了 把自己的脸也割掉了 为什么呢 就为了让 让人们最后 认不出来 他是谁 这样好不被连累 简而言之 广邻散 讲的是这样一个 刺客的故事 最后他杀死了韩王 自己啊 也这个把自己的脸 也割掉 声音也变掉 谁都认不出他来 结果他的妈妈 实际上记得是他的姐姐 后来传说是他的妈妈 就说我要认我的儿子 让他留下千古美名 实际上记录的 和后来传说当中的 是不一样的 版本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记录的 可能是一段历史 后来的版本 是传说当中的 传说当中的是 把人心当中的 一些愿望 把很多人的故事 放到了一个故事当中 所以这两个版本 应该都是真实的 尤其是音乐 尤其是民间传说 神话故事 它常常是 众多人的思想 众多人的心愿 凝聚在一个人身上 我们无从考证 到底是哪个版本 更真实 但是我告诉大家 神话故事 神话传说 就是这样 把众人的心愿 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放在一个故事里面 而这个故事说的是 一个刺客 为了朋友 为了国家 去跟这个 金河刺青王的心态 是一样的 就是反抗 孔子说什么 犯上作乱 显疑人 是吧 论语当中有这种话 就是有中国文化当中 不一样的声音 就是 狭肝义胆 为了朋友 为了正义 我却要做刺客 鸡康学的是 广灵散 他最后 为了朋友 吕安 说了一句 共道话 被连累了 看头 上了断头台 在刑场上 鸡康 环顾日矣 索情 就要来了 这个情 谈之 就要来了 这个情 谈了一曲 广灵散 然后他 临死以前 他就说 从前 有个叫 袁孝尼的人 要跟我学广灵散 我没有答应他 从今后 广灵散 决一 从今以后 广灵散 就要失传 所以我自己 我就在看到 这段历史故事的时候 我就心生感受 我有一个简单的愿望 这跟我在前些年 做三峡的 我个人的 一个人的三峡工程 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三峡的雇员 淹没了 但是我们要把它 存在心中 广灵散 失传了 无论现在的人们 谈古琴的广灵散 是真的广灵散版本吗 还是不是真的 广灵散版本 这个我们不去争论它 但是我认为 失传的是一种 广灵散的精神 就是一种反抗 我认为 这个广灵散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这本书本来就叫广灵散 后来改了名字 我现在还没有 最后定这个名字 就算它叫广灵散 那么我们今天来谈广灵散 为什么我要花 那么长的时间来写 这个广灵散 好像我要用这个课堂 前面做铺垫 为了这五分钟 来讲广灵散 这个广灵散 我认为它包含了 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 就是 一个人 要像竹林七贤的精神 那样 就是要像激康的 这个心灵精神那样 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 我认为一个 中国的一个 是 中国的这个是 就是士大夫的是 就今天的话讲 就是知识分子 要有自己的 独立的精神的判断 精神上要是独立的 不能是人云亦云 不能是随波助流 一个人 你要是一个知识分子 前提是 你要有自己的 独立的价值判断 独立的精神 这才算一个 士 人无智非人也 心上有 要成为一个士 这个人才叫有志气 激康在他的遗嘱当中说 人无智非人也 第一句话 他给他的儿子 写的遗书当中 在监狱里面 人无智非人也 就是说 人要 没有志向 他不能称为 是一个人 人要 中国古人理解的意思 就是心里面 要成为一个士 一个意识 一个人人志士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这是广灵散的第一层意思 就是人要有独立的精神 第二个 这个广灵散是什么 是刺客的精神 就文艺多得有一首诗 我看着怦然心动 他说我有一个遥顺的心 和 金科 留着 有一个遥顺的心 但留着金科 涅症的血 留着刺客的血 有一个遥顺的心 什么样呢 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呢 就是不畏强暴 不畏强权 反抗 反抗 像刺客一样的去反抗 但是呢 我个人的理解 这种反抗呢 他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 就是说 画干戈为玉帛 不是陈胜无广 不是拿起刀枪 而是用音乐来反抗 用琴声来反抗 也就是用艺术 用美 用心灵的声音来反抗 这是我对广灵散的理解 那么我在最后 我的这个作品 结束的时候呢 我就写了这个广灵散 就是说我要 我这个书的目的啊 就是不要让这个 这个广灵散失传 所以我要把广灵散 变成现代汉诗 现代汉语的诗歌 我要通过现代汉语的诗歌 来传递广灵散的精神 因为这个失传了 没有比拯救失传的精神 和艺术更有价值的事了 这就是《红楼梦》当中 跟我们讲的 莫失莫忘 仙寿很长 就是我们不要失去 祖先传给我们的东西 而激康传给我们的 就是广灵散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在诗歌当中 做了这样一个探索 《红楼梦》